大早安 国界首先聚焦大陆2023年的首场主场的外交大秀 中亚峰会在今天登场 而在峰会举行前信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天与西安和哈萨克的总统托卡耶夫来会谈 那么根据大陆央视报道 习近平是热烈的欢迎托卡耶夫 祝福他70岁的生日快乐 并且是在中华关系开启30年 黄金的30年之际 双方将会坚定的相互支持 深化互利合作 一起来听 习近平指出 中哈是彼此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好兄弟 好伙伴 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哈萨克斯坦正在建设快速发展 欣欣向荣的新哈萨克斯坦 中哈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 中哈关系已经开启新的黄金30年 根据央视报道会后 两国的元首是签署了联合的声明 是在经贸 能源 交通 还有多项的领域是加强合作 那么为期两天的中亚峰会 是大陆和中亚建交30多年来 首次举办一个实体的高层会谈 那么预计在今天的会议上 双方将会针对一带一路 进一步的来凝聚彼此的共识 那么大陆现在是积极的拓展多边的外交 而同时间大陆的特使 李辉在16号也抵达基辅 就是要展开一个斡旋战争之旅 那么根据乌克兰的外交部表示 乌国的外长库列巴 他17号当时在基辅 他就告诉李辉 乌克兰不会接受任何 为结束战争而失去自身领土的 一个提议 他向李辉传达 乌克兰的原则是需要 以尊重乌克兰的主权 以及领土完整为基础 双方才有可能会恢复一个 可持续而且公正的一个和平 那么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必须要还回声称拿下的乌国四周 包括了顿内刺客 卢干斯克 扎布罗热和赫尔松 双方还回这些土地 才有可能会上到谈判桌 那么接下来 李辉他的行程将会访问波兰 法国 德国最后一战才是俄罗斯 那么学者就分析 如此安排顺序就是北京 他们希望在乌国放在第一站 希望就是可以展现他们的劝和的诚意 而最后一战选择俄罗斯 就是要综合四国的立场再向俄方来转达 那么这个礼拜在国际上的另一项大事 也是聚焦在明天 将在日本广道登场的G7峰会 那么目前其实各国的领袖 都已经动身前往广道 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 他今天也在起神之前 他就先接受了记者的答问 当时他被记者问到 是否会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个人会谈话时 拜登他是给予肯定的答案 他表示不论时间是否相近 但是两个人都将会面 可以听到拜登他是正面回复 显示美中可能会出现解冻的一个征兆 那么为期三天即将在广道登场的G7峰会 会后的一个联合的声明中 则是剑指中国是经济胁迫 那么其实这两场大型的峰会 就被外界认为是外交擂台 除了时间点几乎是同步登场以外 甚至还有学者分析 是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相互对抗 双方的较劲意味是相当浓厚的 而根据日本政府 他们公布的一个峰会日程 预计19号双方的话题呢 就会围绕中俄的威胁 乌克兰问题等 20号则就经济的安保议题来做讨论 而在21号最后一天的会上呢 领袖他们将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预计呢各国领袖将会载明 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此举呢也很有可能会再度的 引发北京政府非常不满 因为呢其实在这之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才刚刚呼吁 不允许中俄是单方面的来改变现状 就遭到了大陆外交部是强力批评 一起来看 列队跳舞大阵仗欢迎 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 坐机抵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他将与其他国家元首一块参加 由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所主持的中亚峰会 此次峰会是今年我国首场 重大主场多边外交活动 为期两天的中亚峰会 18号展开 哈萨克 吉尔吉斯 塔吉克 以及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等 五国总统都出席这场胜会 这也是中国大陆和中亚国家 建立外交关系 30多年来首次举办的实体高层会谈 大陆在中亚投资数十亿美元 以便获得当地的天然气 行经中亚连接中国大陆和欧洲的铁路 也是大陆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 中亚地区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唱地 也是互联互通的标杆地 10年来习近平主席 同中亚五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 而不光是中亚五国与大陆的密切互动 受到关注 伴在日本广岛的G7峰会 也同样大受瞩目 其中台海问题成为讨论焦点 日本将在19至21号 与广岛举行为期三天的峰会 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将与美国总统拜登 与G7峰会前夕展开美日会谈 只不过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迟迟未解 拜登打算缩短本次的亚洲星 提早返回美国 两大国际峰会几乎同时举办 也被外界视为是外交雷台的大对决 接着领寒揍吧 尤其是外交人的影响